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椰蓉馅的月饼做法 那豆沙馅啊 莲蓉馅啊 这些咸蛋黄馅啊 都可以买现成的 买回来就可以做馅的 椰蓉要自己配做的 今天我们做50克的小月饼 一打50克就这么一点点 那我们还是先来做饼皮鲜 今天我们做一打小的 一个按按时刻来算 那么饼皮的总量就是240克 那先下85左右的糖浆 我用的是蜂蜜 再下35左右的花生油 然后蜂蜜或者是糖浆和油 这样一起搅拌 这个时候如果厂家他做的话 要加碱水的 他是为了上色漂亮 那我从来不放 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放 因为口感上没有任何区别 等两个豆融为一体了 那我们就放面粉 拌匀后下120克的面粉 这样总数差不多就在240上下 再一起混匀它 拌到这样面粉全部被液体吃透了 我们就可以用手给它踹一踹 安紧了它 这样让它在边上躺个一两三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小时一定要躺住 之前做豆沙蛋黄月饼的时候有说过 饼皮的配比是有规律的 它有比例的面粉是总量的一半 然后油是面粉的30%上下 糖浆或者蜂蜜是面粉的70% 那么这样一个迷你小月饼的饼皮去掉了 10克一个那它的线就应该在30克这样 那你可以做到31克32克朝上跑都没有问题 不要算的那么精准 你很辛苦 一个模子里面你放55克都没有问题 那30克乘10爱360克 我们要做360克的线 容器里呢先融化了80克的无盐黄油 下160克的椰丝 我用的是糖蜜过的椰丝 所以你就不用放糖了 那你挑椰丝的时候你要买大颗粒的 不要买那种碎碎的 那个口感不好吃上去没有椰丝的感觉 然后给它先捞匀 再下80克的熟面粉 我刚烤的用350度的温度 5分钟就够了 指头弄干净不要扔掉 等一会我们烤月饼的时候可以再用 拌到它 面粉一点都不见 我们家里找一个最小的鸡蛋 最小的鸡蛋估计也要在50克这样子 打一个鸡蛋在里面 因为鸡蛋哈你如果用的太大 它可能就会太湿 太湿呢就不太容易做起来 那如果你家里实在找不到小鸡蛋 你就把它打进去 然后撩一点出来 等一会我们上色的时候也就需要那么一点点 然后捏成这样一个一个小圆球 捏好后最好放冰箱里去冻一下 这样等一会我们方便工作 面粉工作前给它先撑一下 然后给它分成12个等份 我们直接就可以在手上做 因为它就我们掌心这么大 一块面团放上心上 给它安平了 中间的部位安薄一点 然后先放中间 这个时候它蛮坚硬的 你可以用力 大拇指按着这边 在手掌中间让它转 一边转的时候一边把面粉朝上顶 顶上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手这样推的 就封住了 再一个 那做好以后呢 因为这个馅是有冻过 里面有油啊有面粉 所以我们要等它等一会儿 不要马上按摩 让它稍微在室温下 变软一下 我们再按摩 我们要把烤箱先预热 一般我用小的烤箱 我都是在400度这样预热 用400度来烤 那如果你用stove里面的烤箱的话 你就可以把温度调低个i30度 好了全部完成 按摩的时候 然后画面不要搞错 画面朝外 塞进去 锁住 这个小月饼 不像大月饼这样可以套进去 我们都要把它安成椭圆形的 然后够位置塞进去 手不要移开拖着 要不然它会滚出来 然后用你不大不小的劲 压一下 再起来 全部安好 烤箱预热好 我们就可以进烤炉了 进烤箱 5到10分钟这样 它就会定型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它漂亮一点 你就给它拿出来 用蛋液给它上一点色 上一层薄薄的蛋液 然后再给它送到烤箱里去烤 差不多再是个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子 那每个烤箱都会有偏差 就是一个烤箱 新的时候和旧的时候 它的温度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要仔细观察 你还可以换换方向 30分钟后月饼出炉 那月饼刚烤好烫的时候 它那个皮也是软软的 但是等它凉确以后 那个皮就会变得很硬 所以你要密封保存 等它的一两天以后 它回油出来 这个时候就又漂亮 亮晶晶的 又好看又好吃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